中華館第一選區立委補選民進黨政教前六天頂上吳靖岸參選 15號的報告 一個民進黨主席鄭英台和中華館來東共一令院培董志佳 政王定期參選 王政典!王政典!王政典! 從六天頂上吳靖岸的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培董志佳 來到中華館選委會定期參加中華第一選區立委補選 卓榮泰表示希望民進黨可以第一位台中期立委補選 和三個中華立委補選出的勝利 為民進黨提前輸去 讓人民看到民進黨歡喜改革改變 我知道彰化的鄉心過去對魏民國縣長的服務 他在自己的問證、執政還是非常的肯定的 那我們希望這次彰化鄉心再給魏民國縣長一個信心 對於他過去的問證能夠我們再延續下來 讓我們把這場選戰打好 今天特別來這裡 我把今天定位為數 我今天為民主進黨攻城掠地的一天 我們勢必要全力的把這場選戰打好 給民主進黨打一劑強心針 讓我們未來的改革更有力道 民進黨也說 他前一回參選六天頂頂的時候 大家都沒看好 不過他也是動選六天頂頂 接下來民進黨就贏得民國1303年 中華館長選舉 以及接下來總統代選 有信心會有一樣的成功經驗動選立委 那很開心 因為我這場選也已經一二十年了 那在這一二十年中間 我願意開給我們這個中華 那就是我勝更這個旗戰 而且我的勤奮 就是住在我們和美這邊 和美這邊我在做廣東部的主義的時候 和美那邊我也已經經營三年了 所以說他在在地的部分 我是真認真 而且所有的我們這六鄉頂頂的記憶 對我也非常堅定 所以這位參選我非常有信心 中華館第一選出立委一部 因為翁桂米動選中華館長 需要進行補算 一月十四到十八戶進行立委補算定期作業 三月十六戶是立委補算 留給你 高雄新聞 張西良 中華 彩虹報道